凌晨 来 凌晨 你要用手来感受一下它的触感 好像是好一点 我看这个 那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 我们立刻去找唐总 你这几天一直熬夜 这边你就不用跟进了 回去休息吧 没关系 我没事 你这几天一直熬夜 这边你就不用跟进了 回去休息吧 没关系 我没事 去哪儿 带在家里闷 想出去透透气 是出去透气啊 还是背着我去DI上班 任逊 你怎么能这么怀疑我 难道你连对我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吗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我根本就不是你心里最佳人选 我就是个替补 难道你真的觉得我去DI上班 不是为了言下 是为了许莫辰 你敢说不是吗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 我能怎么想啊 自己的女朋友 和曾经单恋过的男人一起去旅过游 现在又要在一起上班 你让我怎么想 原来 你一直在意这件事情 说不在意那是骗人的 曾经在内心深处渴望的感情 藏着没有用 一旦遇到时机就会再度触发 任逊 两个人之间如果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 那在一起也没有任何意义 别拿信不信任 来掩饰你按捺不住的心好吗 好 如果你真这么说 那我现在就去找许莫辰 喂 思琪 任逊他太过分了 他一直放不下我和许莫辰之间的事 他根本就是不信任我 我承认我之前对许莫辰动过心 但也只是一时糊涂 探透他条件好 我现在已经想明白了 为什么任逊他就是不相信我呢 思琪 你也别怪任逊了 看待别人的感情呢 永远都是站在客观的立场 道理谁都懂 可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咱们身上 咱们也会混淆不清 可我已经明确表态了 他还想我怎样啊 这个感情问题呢 就跟眼里近了一粒沙子 是一个道理 谁的度量都没有那么大 除非不爱了也就不在乎了 言下 你是不是跟我碰到同样的问题了 我没有 我就是跟你讲这个道理 那你说 我要做点什么 才能消除许莫辰在 人婿心中的魔咒呢 我也不知道 谁的电话 怎么不接啊 三二有电话 言下怎么不接电话呀 样衣就要开始制作了 得马上找到言下 喂 喂 喂 阿姨 那个言下她回家了吗 没有啊 她不是去DI上班了吗 怎么了 没事 我只是来公司没看到她 就问问她回家没有 你找言下 可以打她电话呀 我打了 但是她没接 所以我就 你别着急 别着急啊 言下没事的 那个可能她没听见 这样吧 回头阿姨找到她 让她马上给你回电话 行 那麻烦你拉一 言下 这言下 到底怎么回事 言下 我得先回家看看了 我怕任逊那家户 有什么事想不开 做什么傻事 好好聊聊 别吵了 那我先走了 嗯 肯定说你笑给我妈打电话了 有什么事想要 对不起 你拨打的有吟 在时五人接听 已经稍后再碰 言下这孩子最近怎么了 总是怪怪的 不行 他回来我一定得找他问清楚 陈叙他去哪儿了 你不是想着许墨诚吗 干嘛还给我打电话 我仁叙肯定让你聂思继后悔 怎么不接电话呀 喂 眼下 任薛他不知道去哪儿了 好 我马上过来 眼下 任薛他要真想不开出什么事我该怎么办啊 四七 你冷静一点啊 任薛那么大的人了 他没有你想得那么脆弱 可能 可能他只是心情不好 出去走走呢 就算再生气也不会用不接电话 这种幼稚的方式啊 眼下 你陪我出去找找好不好 那天眼下带聂思继来迪哀 结果造成任薛和聂思继的争吵 任薛反对聂思继来这里 所以他才不能来迪哀当网宵经理 这都是我的错 我一直在给闻笑扯后退 摩尘 你别自责了 过去的事都过去了 现在 我们最重要的是解决当下的问题 不管有多困难 我一定要帮闻笑 争取当聂思继这个网宵经理 艾琳娜 最近我怎么感觉 你总在躲着我 王总 是您多想了 现在信幕已经正式启动 您这边的进度也落下了 公司一直逼问我现在的情况 以我个人的立场 我当然愿意选择跟您合作 但是在公司的角度 可能会选择DI 您也知道 我只是中国区域的代表 决策 我还得听总公司的 我也只能提议 你这话的意思是说 以后 你不想再跟我合作了 王总 在商言商 至于我个人的恩怨 咱们就先放一遍不说 如果雨薇能够提出 比DI更好的设计 我愿意跟您合作 但如果不能 我也只能听公司的选择 我还有事 我们改天再聊 丁本笑 你到底用什么方法 让艾琳娜 选择和DI合作 喂 林珊 闻笑 听蔡宁说 你要自己告诉 言下样一的制作时间 怎么样 说了吗 还没有 我也不知道言下怎么了 打电话也不接 也不在店铺 我现在正在等她呢 闻笑 该不会是因为姓牧 我们最近走得比较近 让言下心里不是滋味了吧 应该不会吧 言下那么大度 不会那么小心眼的 闻笑 言下毕竟是个女人 你别掉以轻心啊 放心吧 她不会的 那好吧 样一的进度不能耽误 明天见 来 闻笑 即使你已经选择了言下 你还是不了解 男女之间的感情 好 思琪 你怎么这么着也不是办法 你想想仁逊不开心的时候 会去哪儿啊 她唯一带我去过的地方 就是海边 我已经找过了 她不在那儿 我也不知道她还能去哪儿 那仁逊的朋友们 你都认识吗 都问问 我没见过她朋友 合租这么久 你都没见过仁逊的朋友 没有 喂 妈 言下 你怎么回事啊 这么晚了还不回来 仁逊跟思琪吵架了 仁逊也不接电话 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我正跟思琪找呢 仁逊不接电话 那是幼稚的表现 你不也不接文孝的电话吗 我跟她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 不接电话就能解决问题吗 不能 我跟你说 仁逊啊不会有事的 你赶紧回来 妈有事找你啊 知道了吗 思琪 我可能不能跟你一起找了 我妈说让我回家找我有事 这样 你找到仁逊 立刻联系我 我先走了 你注意安全啊 好 念思琪 你出来 你跟我解释清楚 念思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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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是 职者去不查了吧 你啊 不能 那就是 啊 不 你啊 对啊 你啊 你啊 就得了 我 你无法寅 你啊 对啊 我去帮你找 我在商场大街 好 我马上等 说吧 你和文啸之间 到底产生什么矛盾了 妈 我没事 没事 没事他能到处找你 没事你能故意不接他电话 我没听见 你能没听见 你就骗我吧你 说 妈 文啸最近在忙心目的事情 我不想让他分心 也不想打扰他 你不接电话 他就更不安心了 我跟你说这感情啊 不会一帆风顺的 偶尔也会有磕磕碰碰 你心里 要是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啊 千万别不说 这积压久了 万一哪天爆发了 可就不好收拾了 你要是有什么不好说的 妈替你说 妈 我跟文啸的事情我自己解决就好 你不是说过吗 会尊重我的决定 这孩子 你怎么拿我的话读我的嘴啊 好了 你就别操心了 真不好意思 麻烦你了 跟我说什么麻烦 真正对不起你和任徐的人是我 还是先找到任徐再说吧 你 advisera 暂时 你不能相信 呢 你不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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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永远都感受不到 人叙真的舍得丢下我不管吗 他不会的 我看得出来 他很爱你 如果他真的爱我 为什么老是不信任我 还老吃你醋 因为在人叙的心里 认为我 就是你和他之间的那堵墙 就像文秀 在我和灵珊之间一样 想要破除这个魔咒 唯有的办法 就是放下心中的执念 先找到仁叙 我要和他好好谈谈 可是问题是现在 我们根本就找不到仁叙 怎么谈啊 今天有点太晚了 明天我再陪你找 那也只能这样了 深厚的 一分钟 一直都不在乎 你多罚 再罚 然后什么 你多罚 一些人 你多罚 的 理论 你多罚 我十分的罚 你多罚 你 你多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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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不喝酒不用你管 这么晚 你混到现在才回来 和许美人在一起 开心吧 要不是因为你不接电话 莫名失踪为了找你 我会这么晚回吗 你思琪 你什么时候变得 说谎都这么义正言辞了 我说的是事实 如果你不信的话 可以问阎夏 阎夏 阎夏他要帮丁文孝 肯定会和你串通你 骗我 啥子才信呢 阎夕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无理取闹 我无理取闹还不是因为你 无理取闹 你思琪 我告诉你 我仁婿 一定会让你后悔选择了许墨尘 好 既然你替我做了选择 明天 我就去低埃上班 去呀 去呀 我同意了 去 去 去呀 忠 传 忠 忠 忠 也许 真的是我对文孝信任不够 我应该相信他 怎么又开始了 一次鼻子痛 今天我一定要弄清楚 眼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阿姨 眼下在家吗 他刚走不久啊 他没去萧氏光年找你啊 我刚从萧氏光年过来 这一路也没见着他呀 文孝 你和颜下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自从我回了迪爱 一直在处理心目的事 别的 我也没干什么呀 文孝 阿姨知道 你最近啊 一门心思就想完成迪爱的上市 但是 你不能因为工作忽略了生活 冷落了眼下 你看 我们家眼下虽然很独立 但他毕竟是个女孩 需要人陪 知道吗 我今天就要看看你到底去哪儿 哎呀 今天去哪儿找任薛 不用找他了 麻烦你送我去迪爱 你不担心他吗 不要再提关于他的事情了 如果你不愿意送我去迪艾的话 我可以自己去 我送你去 欢迎迪艾的网销经理 你一个前台 怎么会知道我成网销经理了 我们迪艾是没有秘密的 网销经理 我帮你刷卡啊 喂 陆青 丁总 聂思琪已经到公司报到了 就等您回来签订入职手续了 看来心目更接近成功了 你先在这儿坐一会儿 丁总应该很快就回来了 麻烦你了啊 谢谢 宁思琪 你这回回迪艾上班 不会又是为了许墨尘吧 为什么你们全都认为我回来迪艾上班 是为了许墨尘 而不是为了我自己啊 你别生气 我这都是因为你之前的行为 所以 周琴 我承认我之前犯过花痴 心思全在许墨尘身上 所以造成迪艾销售业绩下滑 但我现在回来 不只是为了弥补我之前的过错 更为我自己的前途 所以请你不要再戴着有色眼镜 来看我了 我为我之前不礼貌的行为 向你道歉 同时我也代表丁总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 你好 丁总 有些事情想单独和你谈谈 是关于迪艾的事吗 不是 是我个人的事情 亮哥 你那边有活没 没问题 不管有多苦有多累 我都能忍受 只要有公开 那有活再低的价格我都接 你要是觉得我价高 我可以再降 低于平时一倍的价格 没问题 我接 不管论小时还是论剑术 我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待命 哎呀 哥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我送货火速再多的单我也跑得完 嘿 好好 好 文肖 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我很欣赏你的能力 王总有什么话直说吧 我不喜欢拐弯木桥 是这样说吧 你现在在迪艾 帮许莫辰再做这个总裁 以后迪艾上市了 你在迪艾可以拿到的所有好处 我都可以加倍给你 你帮我来做事 王总 你开的这个条件确实很诱人 如果我是为了利益的话 我可能就答应你了 你不为利益 你为什么 对我父亲的承诺 王总你可能不了解迪艾 帝艾并不是一家 完全只为图利的公司 帝艾有信念 有坚持 帝艾的每一个员工 都把帝艾当做家一样 所以当初 当我父亲离开的时候 他们才没有辞职 当你删减信目的预算 反而使他们更加团结了 我清楚你并告迪艾的目的 你是不可能成功的 相信你身为迪艾的股东 你也一定乐于见到迪艾上市 毕竟你也是受益者不是吗 你也许可见 孟总啊 我丁文孝可能没有 你想象的那么有能力 真正成就迪艾的 是迪艾员工的向心灵 就出去吧 干吗 都要紧 Ent 优优独播剧场——《重量》 这次推动的 你迪艾的 只用完整 过两个人闪 最適的 走 不好意思啊让你焦等了 你的入职手续我已经签完了 他们一会儿就把门禁卡给你 谢谢 聂丝齐 我问你个事 阎夏最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阎夏出什么事了 没有啊 我看他最近都挺好的 怎么了 没什么 丁总啊 您和阎夏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您尽管说 谢谢你啊 你来地下上班的任叙呢 别提了 就因为我来地下上班 他跟我大吵了一架 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许莫辰 聂思琪已经来地下上班了 太好了 那你和任叙之间的误会 都解释清楚了 我 根本没见任叙啊 那 聂思琪怎么会来地下上班啊 这其中 肯定有隐情 我也在吗 你就以为你 你来地下 学书 我 你看 你帮你 你帮我 你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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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 喂 岩下 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在公司找了你一圈了 蔡宁也在等你 讨论央衣改造的事情 我 你怎么了 你 你在哪儿呢 我在店铺里 你不会肚子又疼了吧 我让丁维笑去找你啊 四季 千万别告诉丁维笑 我不想让他知道 你也别让弟爱的人知道 那我马上过去找你啊 怎么样 岩下怎么说 那个 我现在还有点事情要干 那我先不跟你聊了 拜拜 你思琪 你怎么神神叨叨的 仁絮 岩下 你没事吧 我送你去医院 我不想去 你这么强忍着也不是事啊 我没事 小毛病 什么你没事啊 你这病 之前住院那医生都说了 你再不治疗你就 不要诅咒我 我没有诅咒你啊 我是担心你 你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没有说服仁绪就去DI上班 真想跟他闹掰啊 不是我说服不说服他的问题 是他 他心里有事啊 对了 丁文笑问起我你的事 你俩是不是 没事 我们两个挺好的 是吗 杨仪制作的时间越来越紧迫了 这岩下怎么还没来DI呢 这时间真的是不能再耽误了呀 这个我知道 灵珊 最近 岩下好像躲着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应该是因为信木 你忽略了他的感受 不会吧 岩下再怎么心大 他也是个女人呢 如果你放心我的话 岩下的事交给我处理 我打电话给他 该说什么呀 说什么呀 再说了 又不是我的错 岩下 莫大 我很感谢你 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是你让我真正明白了 什么是真正的感情 如何去选择 说实话 你并没有真正地了解温孝 他虽然背负着迪埃上士的承诺 可他跟他的父亲关系并不好 他所有的一切 都是他父亲安排好的 所以 温孝从来没有过过 属于自己的人生 就是因为他重承诺 所以 他背负这个使命到今天 只有完成他父亲真正的遗愿 温孝的内心 才可以得到自由 你也不认识 温孝在工作的时候 从来没有私人感情 直到遇见了你 他会笑 会调侃 学会了关心别人 这些 都是我怎么努力 也做不到的 我承认 我曾经妒忌你 恨你 想用尽一切办法 让你离开温孝的身边 但我越这样做 温孝离我就越远 巫总监 你跟温孝有那么多 共同的经历和回忆 你放得下吗 说实话 真的让我放下一切 还真有点舍不得 毕竟 牧总监 信木 温孝和温孝已经足够了 样衣的部分呢 唐总也可以完成 可是消逝光年 是我家唯一的经济来源 我不想因为信木 放弃消逝光年 成为了 我愿意 你会帮我 我